一看到媽媽手, 可能有些人會說 我不是媽媽, 我都覺得這個位置 手腕這個位置, 跟著手指弓, 代表這個位置痛 這個痛, 我們說的就是媽媽手 跟媽媽這個身份未必一定有關係 有些朋友可能是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例如髮型師, 或者做清潔, 家務做得多 這個位置都會痛 為何關媽媽手事呢? 因為可能抱著嬰兒時, 手腕會這樣挖著 或者在照顧小朋友的嬰兒時, 經常都要扭東西, 領瓶蓋 所以用得多這個位置, 我們就給她一個名字 男士都可以有這個問題 實際上就是這條筋, 筋旁邊有一層好像膜 筋跟膜經常這樣穿插, 導致這個地方有磨擦 然後發現的 簡單的測試可以怎樣做呢? 正常有些人痛的話, 根本上動手腕都會痛 甚至乎把手指弓這樣藏下去 做這個動作都特別痛 如果你說我想再測試多些 我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呢? 把手指弓藏在掌心裏面 或是包著手已經很痛 如果我再細細的刮下去, 這個位置扯得很痛 甚至乎你覺得拉到縮都縮不及的話 這就是媽媽手的情況 實際上它的真名字, 我們叫Decorvein 就是這個筋跟這條筋, 旁邊這個地方都有發炎 但有些人可以嚴重到一條筋也會發炎 其實整個這個範圍發炎都有一個統稱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